今天和大家開箱這一組攝影燈 除了性價比高 有遙控器 可以控制RGB顏色外 還有分組功能 可以一組燈一起開關變顏色 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來淘寶開箱 在開箱之前 大家可以留意下面的連結 寫了最新4px 給我們頻道觀眾的優惠 首先多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訂閱 另外記得按旁邊通知的鈴鐺 有新影片的時候就會有通知 好 拆開 今次開箱的是攝影用的燈 可以拍片用 或者拍照用 和過往的不同之處 今次的燈可以調校顏色 簡直是RGB 全色到達 沒什麼特別的 先拿到旁邊這些 這些就是腳架仔 那些配件 就是兩支小腳架仔 給燈用的 拿出來看看 暫時看 都挺紮實的 然後裡面還有其他東西 逐樣拿出來 有充電器 充電器 兩個充電器 我買了兩盞燈 另外還有一個電池 電池是最常見的 Sony 電池兼用的 舊時的數碼相機 又或者大部的手機 都是用這一類型電池的 這一種是兩腳的 你可以用回自己的 又或者加一個萬能插 那我就會用回自己的充電器 就可以了 當年我的Sony 原裝充電器 都還在這裡 再看看裡面的攝影燈 有兩盞的 一模一樣 現在我們就來個開箱 看到YN300A2 其實型號 我不是太清楚 都是淘寶下來的 但其實我都試過一下 眼燈是不錯的 開箱來看看 是開箱的 先打開 裡面會見到一個宣傳單張 在宣傳另一件東西 這個叫美裝鏡M8 裡面有一張卡 上面有些QR Code 其實是說回這間公司的商城 微博和官網 有說明書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中文 有英文 有中文 有英文 也有中文 是需要看看 因為裡面 都會有些設定 例如設定燈 做不同的頻道 遙控器 可以控制不同的燈 或者一組燈 都可以控制 有產品 合格證 再拿燈的主體出來 有防潮劑 看到燈在這裡 上面是一塊膠 油光膠 油光膠 後面 可以看到 控制器 可以拿出來 做遙控 亦可以黏著 用 有開關鍵 擦火牛 另外還有 放電池 先把燈放在一邊 盒子裡面 有一個電池 給搖控器用 再拿開 可以看到 裡面有其他配件 包括 有一個 攜帶袋 是防撞的攜帶袋 裡面 有隻腳 這個腳 比你傷實在燈 再放在熱虛的地方 我現在就放一放給大家看 這個很簡單 這樣對著 這樣對著 然後 把這條柱 放進去 大部分的攝影器材 都有類似設計 擋住後 就可以固定 擋住 擋住後 就可以動 擋住 這裡 就直接 放入相機的熱虛 可以擋住 擋住 擋住後 會發現 這裡有顆 凸出 擋住 擋住 不會鬆鬆的 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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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也有另一隻腳 一般閃燈 也有這類型的腳 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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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直接 把燈 站在桌面上 而底下 也有自己的腳架 有一個洞 最後就是有支棍 棍 可以直接 擋住 或者不要這個 也可以 當作是手柄 拿著燈 用 如果純粹手持 就擋住 上面 這個 直接 穿在下面 直接這樣 使用 我們開始試一試 一盞燈 它附送了 一粒 電池 CR2032 我們把電池 進入搖控器 就可以了 先拆 搖控器 打開 上面的蓋 再把電池 斜 放進來 這裡 有兩個金屬點 去充電 蓋住 蓋住 放進去 然後把電池 安裝 一般的電池 對 兩個洞 就可以了 現在開始試一試 一盞燈 先打開開關 看到這裡有顯示 有電量顯示 另外 也有一個頻道 每盞燈都可以 最多8個頻道 另外也可以分組 使用 譬如我有三盞燈 調教Channel 1 三盞燈 一組 可以一齊控制 我們可以在這裡 開關 也可以調教光暗 上下箭咀 調教光暗 最高是99 最低是0 另外 每一級 都可以一度一度調教 按一下圓形 按完之後 一度一度調教 就可以了 當然 也可以把遙控器拿出來 用 放下燈 直接用遙控器 來控制燈 也可以直接用遙控器 來開關 非常之方便 除此之外 我們試另一個 就是 最特別的地方 RGB功能 按一下中間 就變成RGB模式 我們可以在這個圈裡 一路去調教 就有不同的顏色出現 另外 我們也可以詳細地把 RGB三個值去設定 按左右 就可以選到 RGB哪一個 例如我增加多些紅色 減少一些綠色 藍色最小 就出了紅色 如果藍色 都調教 就會是紫色 如此類推 如果你知道RGB值 可以直接在這裏 細緻地調教 除了RGB模式 除了RGB模式 我們也可以 去到一般拍照 用的白光模式 我們可以選擇 兩種光 一種是5600K 一種是3200K 兩種色溫 就是由這個半圓 和這個半圓去組成 左手邊控制 5600K那組LED 右手邊控制 3200K那組LED 下面就是0 重新是0 假設 現在 這就是相當地 逐漸接 的話 兩組LED是可以獨立去控制 再做其他色溫出來 舉例 現在是最暖的3200K 另外也可以調校光暗 如果你按這邊 把5200K和3200K都開啟的話 會製造到光是介乎5200K至3200K之間 當然最終的光度就會亮很多 兩組LED燈光光 如果你想最白光的話 當然可以把3200K那邊的燈關掉 要留意 它的控制比較靈敏 你的手指在旁邊也會有影響 所以我們只拿著下面 把手指按下來了 關掉3200K的燈光 現在就是最白的那種燈 關掉5600K的燈光 就沒問題了 例如我想開一半3200K 又開一半5600K 兩種色溫之間 光暗就中間 現在我買了兩盞燈 可以把兩盞燈變成一組燈 設定同一個頻道 方法很簡單 現在我這盞是Channel 1 而這盞是Channel 4 我按Channel按鈕 要在機器上按鈕 不可以這樣按鈕 變成Channel 1 然後我按鈕按鈕 就立即設定 做了Channel 1 即現在兩盞燈都是Channel 1 在控制器上 一開的時候 發現兩盞燈是同步了 不止燈同步 連搖控器也同步了 所以如果 設定了Channel 1 所有Channel 1的東西都同步了 譬如現在兩盞燈都是同步的 如果我設定一盞做RGB 舉例如這樣 兩盞都會同步 如果我轉色的話 也會同步 當然了 我控制這邊也可以 控制這邊也可以 甚至我把搖控器拆出來 這樣控制 都會全部同步 關燈 非常方便 你可以有幾盞燈 一起做同一組燈 然後一起做開關 亦可以分開 獨立去控制 舉例如現在 我不想同步了 我想轉換不同頻道 這支Channel 1 我想轉換另一支 做Channel 2 這樣按Channel鍵 變成Channel 2 關鍵 再開 立即這支燈 變成Channel 2 分開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 這支燈 亮了藍光 這支是不亮的 自己獨立開 之後 這支是紫色的 自己獨立去玩不同的顏色 可以很方便 隨時合起來也可以 隨時分開也可以 最重要的設定 這支燈 很方便 譬如我現在 立即轉換去 Channel 1 這樣才算 Channel 1 一關一開 就變成Channel 1 這個時候 又是立即同步了 Off On 亮燈 亮燈 大家可以看到 整件事是非常方便的 至於最後一件事 這兩盞燈 顏色是否漂亮呢 因為攝影燈 最重要是 拍出來 顏色夠鮮 因為一般窄的攝影燈 它們的LED 白色射出來 但是 射在物件上 拍出來的照片 是不鮮色的 會很淡色的 拍到人面 面青青的 那些燈就不漂亮的 另一件事 就是拍片的時候 會不會導致有閃爍效果呢 有些燈調光暗 就是靠閃動來做光暗 即是 亮燈的時間多點 就是光暗 亮燈的時間少點 就是暗 跟你的LED屏幕一樣 LED屏幕是一樣的 LED屏幕有一個DC調光 令到你的燈不會閃 用電壓控制 這個燈也是一樣的 都不會閃 大家現在看到我拍片 其實就是30分1秒快門 但是 我無論將它的光 如何調校也好 就完全不會影響拍片 會出現閃爍的效果 沒有閃爍的 那真正拍照可不可以呢 其實可以告訴大家 拍照也一定是夠顏色的 因為它的LED 是整齊了RGB的顏色的 即是最紅色可以去到幾紅 我們試一試吧 紅色可以很紅也可以的 在相機上偏了一點橙 但現場看的話 很紅也可以的 接著試一試綠色 綠色可以很綠的 另外試上藍色給大家看 藍色也是可以很藍色的 所以既然紅綠藍都能夠出現 所以 它出來的白光 都不會缺了紅綠藍這三種主色 那現在呢 就實際地照一照給大家看 我就嘗試開回 這個光度 差不多 50%的光度 現在兩盞燈是同步了 同一個channel 我就嘗試照著中間 嘗試放一些綠色的東西 另外相機那裏 亦都調低曝光值 大家可以看到 拍到出來 這隻的綠色是非常漂亮的 兩盞燈 另外不如又嘗試放一些紅色物件 在中間 我就嘗試放這個 放一放電視機造型的喇叭仔 在這裏 大家也能看到 在影片拍出來的地方 立即會看到 這隻的紅色也很鮮 這裏 就不會像平價LED燈 照到色水也不見了 我又調一調光暗 讓它不要爆得那麼厲害 這樣 大家會看到 拍出來 整件是很帥仔的 另外又拍一拍這個 好像地球那樣的東西 我覺得 很帥仔 好像地球2 其實是一粒 不知道什麼名堂 讓大家看看 大概是什麼概念 照出來 顏色都很漂亮 另外大家也可以 看看我的手的膚色 不會說 乳青色 或者不漂亮的色 拍到我的手 是肉色 來控暈的 最後 如果拍手機又如何 我試一下 放一部手機 大家就立即看到質感 我移動一下 給大家看看 亦都是調一調光暗 大家立即會看到 手機的質感 出來了 磨砂玻璃面的手機 另外拍其他東西 這罐很好喝的咖啡 這樣才算 就放在這裡 立即 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很好喝 整件事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 整罐咖啡的色澤 是很漂亮的 我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個讚 另外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按旁邊的通知 下次有新影片 就會有通知 訂閱了